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静安寺门口墙上一个叫车屋古萨 车屋是指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他用的年号 当时孙权建都在晋一 就是现在的南京 静安寺特别的是在 我们灯黄壁画的三百二十三库当中 有一幅笔画叫《师父福江》 描写的就是历史上静安寺的前身互度重元寺 当时有两尊师父漂浮在吴松江 也就是苏州河 今天已经改到了 这两尊师父被请到了互度重元寺 而这两尊师父是中国历史上面 记载师父最早的历史记载 到了中唐时期 这个请师父的故事 就被描绘在灯黄的三百二十三库当中 就是说在整个大上海 人们不知道 市中心的一个寺院 还与灯黄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 到了唐代叫永泰禅院 到了宋强复元年 也就是公元1008年 叫庚名为静安教室 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初八 俗称腊八节 是静安寺被周边信众失周的日子 一大早 往日清静的禅院里 便排起了长龙 人们依次接过那一晚 热气腾腾 香甜可口的热粥 说说笑笑 散在各个角落 据说这是始于唐朝的旧所 为的不是一碗粥 而是借此相聚言欢 相互祝福 静安寺香浓的腊八粥 是上海人欲酒欲香的美好记忆 岁末除复 何家欢乐之时 静安寺大雄宝殿前的广场 游人如知 来到这里 为国 为家的平安 亲人的康健 送上自己的一份祝福 聆听紫夜跨年的钟声 以此作为新的一份的拍摄 先欣喜 祝愿 国泰民安 人们幸福平安 凌晨时分 相客散尽 静安寺的全体僧众们 聚集在庄严的大雄宝殿之内 开始了新年第一场的早课诵经仪式 泛唱声声 中古齐名 仿佛穿越了千年的历史 以我的前世今生 江头石佛寺 终游涌泉亭 亭须鸟雀巨 水谷红泥星 元气清地脉 鼓鼓不暂停 南宋时静安寺门前的肺井帮突飞的涌泉 被后人评为天下第六拳 元代注视绿云洞的师僧寿宁 及历代银宋寺寺院之井的诗歌编为静安八永吉 并请当时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杨维珍撰写序言后 静安八景之名不敬而走 文人骚客们纷纷以此为题 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 现在留下了唐代的 这个毗勒修啊 他们的诗 当时就着面写的 很重的范树 这个成范 这个他们都留下了诗 这个诗 证明这个时候呢 很多游民的诗人已经到这里来 而且环老到当时这个崇原诗的 他的井上写了很多诗 除了城外之外 还有一个有名的叫做胡杜蕾 胡杜蕾呢 就是南朝 当时在胡杜这个地方呢 它是为了防止海盗建筑的这个蕾啊 堆下来的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 也就是公元1369年 静安寺举行了六千斤 同柱大钟冥想仪式 在旅经风雨沧桑而残存的 孤寂的大雄宝殿前 恭请当时著名诗人王冯 唱诵百字名文 祈祷寺庙 重柱辉煌 直至清末 中西文化大交汇 静安寺身处交汇的中心上海 自然也不能置身于外 清同志元年 上海租界修筑跑马道 至静安寺 形成静安寺路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西路 其后百余年间 因地利之变 以静安寺为中心 构成的交通网络 最终成为 户西城市化进程的起点 就静安寺本身来讲 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火 元朝末年 后来是明清之期 到清朝后期有几次 包括太平林国战乱的时候 到上海 成为打得很劲烈 竟然是只称下一个大雄宝殿 清末光绪六年 住持贺丰 在晋深李朝晋 摇西 浙江富商胡雪岩的资助下 于次年修建了山门和佛殿 自此车水马龙 畏为奇观 形成了一年一度 有名的静安寺庙会 静安区 亦因静安古寺而得名 静安寺应该说是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 成为了全国佛教中心之一 比如 1912年 中华佛教总会 应该说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 在静安寺成立 他的会址开始就设在静安寺 到了1913年的时候 当时的八指头头 天同寺的基材老和任会长 到2013年的时候 在北京元寺以后 太序大师 整个佛教界 在静安寺举行了一个 纪念的追悼法会 在追悼法会上面 太序大师提出了三大改革 对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上海社会与经济开始腾飞 静安区被规划为 高端商业区和生活居住区 与此同时 古老的静安寺 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寺庙改建工程经专家论证 将最具传统寺庙特色的 宋代建筑样式 作为改建原则和规范的首选 一直知道是有静安寺 但是近来一看 我觉得好像和我们一般说的 那个寺庙好像差距还是很大的 所以它基本上 大概更像是一个名居一样的 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是 东边都是一些僧僚房 或者一些很小的一个佛堂 西边有个天王殿和一个大雄宝殿 当然那个大雄宝殿 本身就是很小的 看上去不太像样的一个寺庙吧 改建后的静安寺 打破了原先寺庙山门和主殿 均偏于一域的缺憾 恢复了对称庄严的总体布局 在主体构架和细布装饰上 借鉴了中国传统宋代木结构建筑的要素 选用优质油木和汉白玉石材 以及流金铜瓦 建筑外部以浅宗和白金为主色调 摒弃了繁复的彩绘和雕饰 这使得建筑整体上既具有宋代的素朴典雅 又具有唐朝的宏大与庄重 由于静安寺有限的用地 使得改建方案不可能在建筑规模上进一步的扩容 然而 要在这样的空间里将寺庙的常规形制一一铺陈 必然显得局促和质闷 经过反复讨论与研究 最终从中国古代建筑重研楼阁中获得了灵感 新的设计把建筑整体拔高向空中伸展 通过回廊和楼道 将极富特色的山门中古楼东西相防 与高耸的大雄宝殿串联起来 使得建筑整体株连壁合 浑然天成 并与周围的商业建筑交相辉映 勾勒出一道靓丽的静安新貌轮廓线 沿着南京路向西来到静安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正法九柱范状 作为原有静安寺的建筑标志阿玉王柱 改建后由整块花岗岩雕刻而成 高十八米重达一百六十吨 石柱正面刻有静安寺方丈 惠明大和尚书写的正法九柱四个凯体大字 背面 背面 按地佛塔相结合 达六十三米之高 是整状寺院的制高点 顶部为白铜铸造整体贴金 并是八百多尊佛像以及精美云纹和浮雕 因为我们实在闹市之中 周围有那么多高层建筑 有的而且玻璃木墙的建筑 因为有可能它会有可能它的色彩 会压过我们整个静安寺 因为我们相对是比较朴素的 所以后来还是想到 就是能在塔叉上面做一些变化 当然我们也以金刚宝座塔为主要的元素 但是我们也结合一些其他的元素 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我们为什么现在又造成这样的一个塔形 主要的是 佛教发源于印度 但是佛教真正的开花 结果它的大发展在中国 宋代重严无底式屋顶的大雄宝殿内 供奉的是释迦牟尼银佛禅定像 佛身和莲花座用15吨白银整体铸造而成 佛像的设计参照中国传统汉传佛像 历史文献 借鉴了云岗石窟的精华 同时融合了 藏传佛教和尼泊尔佛教的造像艺术 独具特色 这尊佛像会未尽知古风 同时又具现代之特质 既有佛性的庄严 又有人性的平和 它传承了东方的传统技艺 又融合了西方的铸造工艺 整个静安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关心 在这个当中就像我们这一个 四五吨的白银的银符 我们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 可以说热热一夜 我们去看了很多的地方 总面积为二十四平方米的 八项城道彩玉雕巨幅壁画 位于银佛背后 东西两侧各为十一点五平方米的 东方琉璃净土和西方极乐净土 这些幅壁画 已彩自辽 敏 钱等十多个省区 五十多种色系的玉石为材 镶嵌成精致典雅的造像壁画 画面色彩流畅 内涵深邃 颇具敦煌艺术的风韵 静安寺过去为禅宗寺院 近代转为真言宗道场 1953年 时任方丈的持松法师 在寺内设立真言密宗坛场 复兴了自唐代以来的汉地佛教密宗 十多年前 赵普初先生在病榻上 将静安寺时经首稿和提议由静安寺组织教刊大藏经的批示 交给静安寺的住持 惠明法师 嘱咐他以深入京葬续会命为己任 振兴真言宗道场 2011年 惠明法师组织僧团 访古僧之行迹 行脚丈量大地 一路行至五台山 在浮躁喧嚣的当下 崇拾静安城志之举 被评为当年静安区十大文化事件 当我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去阅藏经阅完之后 我发现我的智慧并不够 所以说我要学习文书菩萨的那种大智慧 所以说11年我也带了几位法师去了五台山 两个多月行脚下来 无论是我 以及去一同行脚的同餐 大家都有深深的体会 那就是为佛教要有坚定心 要有感恩心 要有欢喜心 2010年7月23日 上海静安寺隆重举行太王国 释迦摩尼金身佛像捐赠仪式 上海佛学院院长 静安寺住持惠明大和尚 在大雄宝殿接受了 泰国公主马哈扎克里施林通殿下 以皇室名义捐赠的这尊佛像 金佛总高119厘米 重63千克 泰国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 还特别献出了佛舍力至于佛像顶级内 金身佛像见证了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 施林通公主殿下还欣然用中文 为上海静安寺提写了佛光普照四个大字 以留作永久纪念 秉承静安寺历史上造福于民的慈善传统 2006年静安寺成立了福贿基金 以弘扬佛陀教义发扬慈悲精神 化岛修福修会利益社会纵生为宗旨 在第一时间积极地联系国家慈善基金会 向有关国家和地区做出了慷慨的捐赠 春节前的邦困送温暖活动 至今已开展了13年 每逢重阳节敬老活动 静安寺的监院法师们都会上门看望那些行走不便的高龄老人 为他们送上慰问礼金和他们最喜欢吃的静肃月饼福贿长寿面 在西藏 新疆 甘肃 云南 四川 湖北 安徽等地区 先后援建了十余所希望小学 实际上我想静安寺这些年来 他的发展当然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 包括党跟政府的宗教政策 包含大量的信众对他的支持 同时也是因为静安寺非常注意回报三方信众 作为静安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除了引领信众走正信之路 引领信众走修行之路 我们更重要的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在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批准 我们成立一个佛教三藏研究院 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与研究 幽幽岁月 沧海桑田 在这片土地上 静安寺已经守护千年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还会继续陪伴着那些 爱他 依恋他的人们 而那些离开家乡的游子们 无论走向何方 当新年临近的时候 脑海中总是回荡着静安寺 那幽远的钟声 和喇叭粥温润的香气 那就是家的呼唤 静安的呼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